今天我們的昌哥 也要帶我們去哪裡 欸!你怎麼沒有去上課 這小子 今天說要跟我們一起來 今天我們昌哥要帶我們去草屯 還要去埔里 帶我們去草屯買麻糬 那一家的麻糬還蠻有名的 有說去草屯的話 經過的話也可以去買點 他叫大傑 在地人介紹的 酒味大姐手工麻糬 是在地人推薦的草屯伴手禮 純手工製作 不添加人工香料和防腐劑 使用當地新鮮的食材 強調現包現做 麻糬的外皮Q軟 內餡紮實飽滿 麻糬的種類相當的多 有招牌香芋 紅豆花生米黑芝麻等 無種口味 草屯這一家麻糬 是我有帶客人來的時候 我都會載他們來買 特別的是 它的麻糬是長方形的 不是外面看到的是圓形的 好不好吃 好吃嗎 很好吃對不對 嗯 它這家的麻糬實在太美味了 它裡面的內餡 包括紅豆還有花生還有芝麻 草屯開了很多家類似的麻糬 其實味道都很相近 長哥介紹這家他比較喜歡吃 在地人比較會買的麻糬 對在地人比較會買的麻糬 不過它味道真的是很特別 味道就是特別的香 它的芝麻的香味跟花生香味 特別的濃郁 如果你有經過草屯的話 你可以停下車來買 它每一盒是十根 一百塊 西哥很棒 你吃幾根 兩根 這個大哥很爛 這個大哥很棒 埔里台灣味的腳褲飯 埔里台灣味的腳褲飯 開車經過發現非常多人在排隊 於是我們就進去品嘗看看 我們點了豬腳、排骨、空肉便當 內含有三樣配菜加一碗湯 這裡的腳褲飯肥而不膩 豬腳中斷可是這裡的人氣商品 豬腳滷的軟爛 滷的很入味 喜歡豬腳跟腳褲的朋友們 可別錯過這家店 這道如何 還不錯 為什麼會走近 真的啊 你有看到人人多 人多就進來了 吃飯咯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走進來這家店 就看到很多人這裡面用餐 所以我們就進來吃了 每一個人都單點這一塊 所以我決定也單點試試看 豬腳要這麼一大塊才五十塊而已 軟軟肥肥的 而且不會太鹹 也不會太甜 我明瞭你 你要吃完熱狗 咬上去整個脂肪 爆在嘴上 入口即化 太罪餓了 吃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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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若